有关 SQL 语法的教学 里面的话你当然可以自己查一下 我们刚刚 select 这个是查询相关的字 其他的话 insert into update delete 其实这边都有还有 create table 至于其他的话 drop table是把 那个 table给删掉 insert into update delete from 这边都有 一些相关进阶的 其他应用如果有 想要多学一点的话 自己再把它 查一下 那另外还有那个像什么W3School 所以你 得到一个W3School 那他有英文版有中文版 你要选哪一个呢 应该还是选中文的 比较简单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可以看这个 然后里面的话不过你可以把它点进来 是那个简体的 那里面的话其实 这些都是如果你未来 因应那个 AI 的那个设计 可能会需要的相关知识 这边可能 都会需要 是你需要学会的 其中的话 像School 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有放 School 在这里 有没有 School 不过如果太多的话 暂时先把最重要的先看 School部分 比如说我们在撰写程式里面会用到的相关的School School的用这些也会列出来 包含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个Insert 有没有 那Update Delete Sulate 这些会有的叙述 那会有叙述还分成如果你的资料 是数字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等于大于小于这些 那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用like 用like like 比对是文字 然后如果你是日期的话 你可以用between between 哪一个到哪一个之间的日期 OK 那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 如果你对于这些相关的 资讯 假如不够多的话 你可以再自己稍微看一下 另外高级的教程 OK 那这些的话 说真的 当然也不一定马上需要马上会 不过至少你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有地方可以查得到 另外除了查得到之外 也要看得懂 要会改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不然的话 你突然间记那么多 恐怕你也一下子 就是消化不了了 我建议是 掌握 先掌握最重要的 那剩下来的话 你要懂得什么 再触类旁通 这个会的 然后再把它加进来试试看 如果OK的话 慢慢你就会发现 那个有点像字典 像我可能不 不需要 暂时不需要 我需要的时候 我去查来看一下 我补一下那几句 我就可以做出我要的效果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Delete 把它另存一下 也许把它save一个update update的话 把它打开来 就是我用delete的这个拿来改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有哪些地方要改 特别注意 因为 它这个update的叙述的话 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说 那个 x也许是 请输入 要修改的编号 所以这边的话 请输入 本来是删除 我把它改成修改 修改 OK 然后呢 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再来一个是y好了 y的话就是你要改 这个里面的什么呢 它的电话要改成多少 所以y的话是改成 电话吗 你要改多少 所以 要修改的电话 电话要改多少 OK 电话 OK 把这个 加上去 接下来的话呢 关键来了 就是 刚刚是那个delete from 哪个table 不过特别注意 delete from 请你把它改成 加update就可以了 你就是update 哪一个table 告诉他一下 然后呢 特别注意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在table后面呢 还要多一个 set set是你要去修改 所以在这里是一个 set有点是我要修改 哪一个栏位 那个栏位的话 TL 这个栏位呢 他 等于 多少 等于电话号码 比如说呢 我要修改这个好了 那个 编号为2的 他本来是02 8763 那我改成什么 该称 1234567 12345678 改成前面加有02 如果我这样改 但特别注意 未来 我们这个地方假如不是固定的话 一样 我要把它输 把那个Y拿来这边 所以特别说 跟他一样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两个 再移到中间 再把它打一个Y就可以 就串在中间 意思就是说 请输入编号 放在这边 会有他的编号是多少 修改为 电话 哪一个编号 修改他电话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样改完应该OK的 所以我刚刚是把Delete拿来 然后改一下这个update的语法 Set他 然后 其他部分 来执行一下 那 看一下 编号的话 第二好了 那比如我改电话 02 改12345678 本来是87653 Enter看看他会不会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Enter看看 OK 你会看 这个第2的编号 他就帮我修改了 所以你用update的这个 这个这个叙述的话 他可以得到 去修改 所以关键应该是在Set的部分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 Insert Slate Delete update 基本上 应该 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 开始 再延伸出去 待会请各位 试着把云端上面的 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个叫做 会员资料的东西 OK 前面我们有练习过 这个会员资料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下载下来 改变一个CSV档 那我如果希望把这个CSV档怎么样 把这个 已经有一个了 我这之前有下的 这边把它删掉 那原来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CSV档里面的 这些资料 帮我全部 都Insert into 到 资料库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把那个 刚刚所学的跟 之前所学的 之前读取档案 还记得吧 F等于Open 这个档案的路径 斗点R模式 用Realize Realize就是 全部 把它读到一个 串列里面去 你有印象吧 OK 而且最好是能够写出来 陈志真没几行 没几行 可是你要把它打出来 如果你打不出来的话 以后要用就麻烦 你不可能说每次都要 查一下 查一下 对不对 而且这些没几行 如果很长一串的话 你拿来 富士帖还有意义 这没几行 你就把它背 最好是能够记下来 是最好 Realize 读进来之后 是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的话呢 可能要注意几件事 一 他要避开什么 第一行 为什么第一行是 他的栏位名称 对不对 所以栏位名称不能直接 阴色阴吐 我们只要下面东西 所以要从 他的第二列开始 避开第一个 他编号一定是0开始 所以从1开始 对不对 然后 再来的话 我们知道 不过在阴色阴吐之前 你可能要先见什么 先建一个table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来改 create一个table 名称也许要member member01好了 然后你就建总共 因为他有几个栏位呢 总共会有 5个栏位 编号 姓名一直到手机 诶 那当然你也可以什么 其实这边可以用中文 没有问题 不过其实不太建议 因为怕是有万一 理论上我们以前 呃 就是 都不太用中文去命名 主要原因是因为出 容易出错 但是现在应该是 不因为unicode了 可是还是有阴影 还是怕说会不会 发生 另外如果说 像这边练习 要想这么多 栏位名称 很麻烦 所以后来我想一个 简单方法 不如你就把它想象成 eSale eSale的话呢 他的栏位名称 一律是 A B C D E 所以呢五个栏位 我们干脆 第一栏就A eSale推 所以也许什么 我们就建五个栏位 就A B C D E 这样最简单 连想都不用想 所以有时候我比较偷懒 用懒人的方法 A B C D E 到时候反正你就寄起 五栏 那看一下 大家知道 一个罗伯有坑 分别把读进来的东西 放到那个 资料表里面 OK 那就记得 可以拿这个来改 Member 01 然后建 这边可能需要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 如果你还是不确定说用哪一种形态 干脆你A B C D全部用Test OK 那最简单 就不用想了 然后呢 Execute它 再来就是跑个回圈 把资料全部放进去 Commit 并且Close 那这样的话 资料就 放进去 放进去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slate 掉 slate出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切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也许你可能要稍微复习一下 如何 去 用那个 档案的方式开启那个 会员的CSV档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想一想 就是说你读进来的东西 你要避开 第一笔 编号零的那个 栏位名称 那再来你要怎么样 刚好可以把它 一个一个的切出来 因为它中间加豆点 所以你变成说你要切 一列之后 你还要再去切 在这边 每一个 蓝 然后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把它放进去 OK 如果你这个做出来以后 其他的东西就简单的 你 如果像外部 像 很多东西都是从ERP 最麻烦是 ERP后面东西都没有 因为你要自己去把它写出来 所以如果ERP过来东西 接这边刚刚好 后面的话就简单多了 你可以把ERP东西 拆到Python里面去做后续的应用 然后输出的话 也许再输出 成那个CSV或者是ECL涨 也许你要做 报表的话 也许再利用枢纽分析 或者是 张确全部也都用Python 把它画图表出来 不过只是说 枢纽分析表太好用了 因为说真的 Python要做到枢纽分析表 可能利器要用很多 那枢纽分析表真的太 太简单了 丢出去 马上一拉一拉 图就出来了 不过中间这一块 也许你可以用Python取代 我觉得 两指间可以互相的 搭配着使用